大家好,我是乐高凡,今天来介绍一下21022这款乐高建筑的套装 林肯金电堂,始发于2015年,270个零件,发售时价格为40美元 因为是金电堂,所以为了凸显砖研和数目,整个建筑的结构也很干净 也很规整,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多余的附庸 这样的话,对于乐高来说,重复这样的建筑是比较好的 这个套装的第一印象就是太小了 这是乐高的大头仔,看到这个套装比大头仔还要矮半头呢 不过,因为圆形的话,没有过多的细节 所以其实尺度放到这么小,看起来也不是很违和 那我们还是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 首先它外围一圈都是柱子 而这个柱子,不知道你数没数过 它恰好和圆形的柱子数目是一样的 正面是12个,侧面是8个 所以这个安排还是很有新的 然后另外它在门口有一个1x2 还有斜面的划片,作为台阶,上到上面 周围的绿地的话,也是复原原来建筑的四周 从上可以看到它复原了原来的玻璃屋顶 有三个尖尖的透明的玻璃屋顶 然后还有周围一圈灰色的屋顶 所以这些都是复原的蛮好的 然后这样是一个2x2,带一个直角强的 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了 藏了一个小机关 可以看到里面 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里面当然就是林肯的标像了 上面那个1x1的平板放着的方块 我在拼的时候以为是打开这本书 后来看到是林肯平方的两条腿 然后两边有壁画 还有同样是跟食物一样的四个柱子 在里面 两边各有四个柱子 然后侧面的壁画它并没有一些细节 如果上面能打印一些图案的话 就会增加这个套装的一些价值 来继续满足我的恶趣味 在某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套装 从正门去看过去吧 可以看到它是 里面是比较发暗的 但是你如果把上面拿下去 这样的话阳光进去了 它就突然亮起来了 有的时候我会自己玩这些乐高套装 玩它 赛于发现它的乐趣所在吧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它有变暗 有时候玩家就会用这种心思 发现乐高一些好玩的地方 当然这款套装还有一个很流行的玩法 就是因为它零件数比较少 而且比较规整 很多人家说拿到这款套装之后 不要去看说明 只是看盒子上面的图案 看看能不能把它拼出来 好了今天这个套装就介绍到这里 比较小和设计介绍的也比较快 接下来我会陆续介绍其他的乐高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的视频点赞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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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